歡迎收看老爹來推坑 沒有啦 歡迎收看老爹出任務 每次跟謝傑林試完車 他就會講說 搞屁每次跟老爹試完車 都很想買這部車 每次來你這個頻道就想換車 搞什麼東西 他就說每次都感覺好像是都被有推坑 我們今天要出一個任務 就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兼健身教練 他除了身材man 連名字都很man 因為他名字叫浩克 綠巨人 有聽阿哥有沒有 H.U.L.K. 我們歡迎他 浩克 新婚快樂 久仰大名勸敗達人 這個我先恭喜他 你這個剛看他跳了一段舞 又讓我想起 因為兩個禮拜前我才剛參加浩克的婚禮 是 那個婚禮上呢 其實我也讓我印象深刻 他這麼快 你身高多少 185 當然在結婚典禮上 他就這樣跟他的伴郎 就秀了一段舞 其實也讓我蠻這個印象深刻的 想不到來參加我的試車 也要來推坑 你也是 先秀一段舞 要秀一段 不錯 你還有這個除了健身教練的身份 我覺得還蠻有這個舞蹈細胞的 還算靈活 還算靈活 不錯 其實今天是這樣 因為 那天 我們去參加你婚禮 後來我們有稍微聊了一下 我說 你有沒有生小孩打算 然後他就講說 有啊有啊 他就說 但是我又想換車 講到車 那就是我的任務了 慘了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你現在是開日系的房車 對 那天就有講說 你就講說 因為我小孩 小孩因為他也很怕生出來是一個巨嬰 因為你看他生起來這麼快 怕跟我一樣壯 對跟他一樣壯 生出來八千克 幫你推薦一些好的車款 那先問一下你的購車條件 因為我來之前啊 我老婆跟我講 他說他選車 跟選男人一樣 就是看顏值 所以第一個要帥 結果了 然後再來一定要空間大 不然就換車沒有意義了 對一定要越換越大 好還有呢 而且因為我之前那個日系的房車 我覺得他動力有點不夠 哦動力一定的 你看他這麼大致 其實有說我們家庭 但也要兼顧一下 操控 加速 對 所以這是你老婆的要求 我老婆要求只有一個 顏值 跟他選男人是一樣的 不是 哈哈哈 好啦 這個我介紹的車呢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好 怎樣 先問一下顏值 我覺得這個車頭蠻兇的 真的喔 對 就跟你的身材一樣 對 有點Man 好像有在健身的感覺 我跟你講這個車頭呢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它引擎蓋設計 它有個名字非常特別 叫賈頓引擎蓋 然後呢 你剛講到這個水漿護照超級大 但重點是呢 它為了要強調日式職人的摺紙工藝 所以它這就叫日式摺紙格站 它除了大還有細節 對 我剛講那個是一個 另外就是說它透過這樣的設計 讓它的進氣的效果會更好 然後下方的釘封衣啊 你有沒有覺得 它的除了這個水漿護照面積大之外 它的下七八兩側 這個開口摸字型的造型 我覺得蠻Man的 蠻Man的 就像很像你的肌肉有沒有 舉起來 對對對 好像比你還不壯耶 比我還沒有 你比我壯 車側幾個重點 第一個符合你的需求 男人就是要大 真的 你知道哪裡大嗎 輪圈 對 還好你沒有講Y 沒有講Y 鋁圈 你講輪圈 其實我喜歡講鋁圈 鋁圈的尺寸大 255 45 20 而且我跟你講 它原廠配的胎 老實講是不錯的 半跑胎 就是說比較強調跑格的輪胎 就是強調抓地力比較好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包覆式的側門 車門 車門 你知道包哪裡嗎 不知道 就是把老婆緊緊的包住 是沒有你看門打開 你看像你的車 原本車門打開應該在這邊 對 這邊是什麼 側群嘛 它不是 它是把你看整個車門 把下面包住 包住幹嘛呢 你看這邊 這邊是因為我們今天來路上有下雨 髒東西 髒水 你看這些污垢 砂石就會黏著在這裡 對 打開之後你看 女生如果穿裙子下車 就會碰到這邊 而且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因為我有很嚴重的潔癖 至少門打開裡面都是乾淨的 對 對不對 那像我的車就沒有這個功能 好 然後再加上一個很特別的 就叫 跑車式的低柱 其實不能講低柱 應該講說從低柱之後 創造出一個跑車的線條 這個就是跟他的好兄弟 QX50最大的不同 這部車的特色 雙門跑車的外型 但是有四門SUV的功能 休旅車一定要Coupé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超適合你 我們來看車尾 好看 好看車尾前我先問一下 你的車有腳踢嗎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那你老婆有沒有跟你complain過說 欸 女人出門逛街 就需要腳踢尾門 為什麼 大包小包啊 對 對不對 所以腳踢是不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你來踢一下 我們這個QX55是有腳踢的 對踢一下 再踢 欸 他沒有腳踢喔 我跟你講 這個我跟你講QX是這樣 我們看QX的顏值 QX也看車主的顏值 你踢不成 我一定可以 有這種事 對 顏值夠 才能夠符合他腳踢的資格 好啦 我開玩笑了 其實是鑰匙在我身上 原來是這樣 你的鑰匙要 離他夠近 不然他就是 對 會這個 還有確認是主人 確認是主人 鑰匙在我身上 我剛剛開玩笑 好 尾燈我跟你講 他這個 第一個當然跟車頭呼應 都很帥氣銳利 對 但重點是他有一個叫 數位鋼琴鍵的造型 每一個LED裡面呢 都有45個LED的燈具 所以看起來就是車尾辨識度很高 對 好還有來 我們就是看一下他的大空間 椅子全倒後 一定符合你的需求 你剛剛開場講什麼 空間要大 對 他有1531公升 同級的 以數字來看都比他小 所以這個你可以看看 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而且重點是呢 他這個下底板打開 裡面還有其他的空間 那你要注意電瓶在後面 所以如果哪天 電瓶需要更換的時候 你再車尾 好 左右兩邊有一件傾倒 有沒有 如果你要擺放其他位置 擺放比較大的東西 對 這樣一件就可以傾倒 那很方便耶 方便 好不好 好我們進車內 好我們請後客坐一下後座 因為請他坐是最準 你知道為什麼 人高馬大 個子又快 更可以凸顯後座空間的強項 請問一下 以你的身高坐近 因為我們先講 QX55的軸距是2800 你坐進來你覺得 我們先講西部空間 我們先坐正直一點 就直一點 對 好挺一點 好西部空間大概有多少 一個拳頭多 一個啦 一個拳頭 而且我的拳頭比較大 然後你的頭部空間 大概兩個指頭 兩個指頭 但是我跟你講它有幾個功能 你的正下方有個拉桿 好椅子可以往前 大概前後挪動的空間 這個幅度大概有15公分 你的現在的車 椅背的角度可不可以調 不可以 你的左下腳 左手再伸下去 有沒有 大概有10段 它還可以調整範圍很大 有沒有覺得舒適度大增 有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優點 對 好我們來看前座 好我們先來感受一下 這個零重力的座椅 你覺得怎麼樣 應該講說 因為你是本身是健身教練 所以大概就是說 但是也稍微跟一下 你現在目前的車 來做一個比較 那你覺得 腰部的支撐 像我現在因為年紀大 快50了 這個突然覺得說 這個腰靠蠻重要的 你覺得這個椅子 坐起來怎麼樣 我第一個坐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它好像把腰緊緊包覆住 那種感覺 所以會讓脊椎好像比較穩 像我上禮拜 我開車到高雄 塞車六個小時 後來我一個多小時 我的屁股就開始痠了 真的啊 所以其實像我們健身也是 脊椎的位置要是不好 屁股就會不舒服 對 像你這種應該對這種 肌肉的每個部位的支撐 應該都很有感 對 所以我覺得椅子就是 支撐要好 OK 臀部的那個疲勞性就會降低 喔 那開車當然就比較輕鬆 對啊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駕駛 那三個螢幕當然就是說 它把 比如說你看像現在 因為它有支援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它就在這邊你可以操作 互調Siri啊 還是什麼都可以 那車輛本身你比較不常用的功能 它把它放在下面 那當然其他一些像 車輛設定啊 駕駛模式啊 全部都在這 OK 所以它等於它這樣分級 等於是說 讓更多的功能 可以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內 就去找到 然後去做你最喜歡的調整 對 這個是中控台 那當然它是採一個 螢幕對稱 但是造型不對稱 對 什麼叫不對稱 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這個L型 有沒有 這個皮革的包覆 它是到這邊一直延伸過來 再來方向盤 你的車方向盤電動調整嗎 對 喔不錯 好 我告訴你但是它有一個優點 你先左下角你調一下 我告訴你它有優點是什麼 來 對再來再來 喔有沒有看到 有 你有沒有覺得它調整的幅度 很大 比你的車大 有 應該講說很大 應該說比很多車大 對 其實我們開車是這樣子 我很在意 手部握著方向盤之後的位置 對 那很長這個方向盤我調到 最靠近身體的這個角度 這個距離 我覺得還不夠 所以你看你握著 3點鐘跟9點鐘 這是我們標準開車姿勢 對 對不對 通常這個角度 手軸這個角度 差不多約莫在90到120 這樣是最舒服的 而且也是最安全的 因為開車的時候 當你要做一些緊急動作 假設有突發狀況 你的雙手才可以在最舒服的角度 然後很靈活的去操控它 對 所以你如果拉得很直 變成你用肩膀跟手臂 你再做轉方向盤 這樣就不對了 好 所以你覺得這個方向盤 它調整的角度很大 是不是可以滿足你在駕駛知識的一個 最佳化的一個設定 對 還不錯 好 那前方的當然就是 這個就是螢幕的操作在這邊 但是有一個我要你先看 剛好在這個畫面 這個叫什麼 VC Turbo 不錯 傳說中的那個VC Turbo 對 表示你有做過功課 就是可變壓縮比 全球首創的可變壓縮比的引擎 你等一下看一看 好不好 那這邊當然就是你看很多的功能 它有中文化 車輛底盤 講到底盤 你知道它的 智慧型四輪傳動 怎麼個智慧法 你的車聽說是前輪驅動 我記得我上次做過嗎 對 全是驅動 這是一部四輪傳動的車 對不對 它有多智慧 非常智慧 有迷你智慧嗎 接近 我還是比它智慧 比一般 一般的四輪傳動車款 還要來的更聰明 它會自動去調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上路試駕 好不好走 好 浩克 我先開 好 帶你體驗一下這個 其實在 應該講說 在日系 日系品牌的底盤 對 我認為其實我還蠻喜歡 Infinity 各個車輛的操作 比如說還有設定 比如說像之前那個Q60 有沒有 Q60 然後QX60 包含像Q50 其實都是 之前試的那個Hybrid 我對他們的底盤 開起來 我認為都蠻有信心的 好 那QX55 它的這個兄弟 就是QX50 跟我們今天試駕的QX55 基本上我覺得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在山路 其實我是特別 特地帶你來 就是體驗一下底盤 就是要在彎道裡面 第一個當然是 我們現在先慢慢開 就順順開 那為的是要先讓你從慢 再感受到快 對 第一個那我們先感受一下 比如說隔音 是 隔音我認為其實水準是非常好的 然後再加上 剛剛有個忘了講 因為我知道你很注重 車輛的什麼音響 對 對它有BOSS音響 有 你絕對會喜歡 眼球已經被它吸引過去了 真的喔 內行的就知道 對 這個是音響 隔音我認為是好的 因為對SUV的乘客來講 隔音越好 它在車內的舒適性當然就越好 是的 因為你這個噪音 其實也是會增加疲勞度的 對不對 對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它的操控 當然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 運動型的SUV 對 所以我覺得你看我剛剛講 除了它的輪胎的扁平比 是45 是非常強調路感之外 但是它的懸吊 我覺得還是帶有一些舒適性 它還是要兼顧到車上的乘客 比如說你太太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當你太太下車之後 你會不會油門踩重一點 會 絕對會 理論上會嘛 我們來試一下 你看它的行車模式 你看我們現在是ECO 有還有什麼 標準 SPORT跟置電 我們用運動 就SPORT 好 這時候我們前方 我剛剛那個VC Turbo 那個表 有沒有 你看我現在油門踩上去 它那個指針馬上 跑到最上面的Power 對 就代表它現在的壓縮比是8比1 是 當我回油 帶一點煞車 它很忙跑到ECO 是 這就是 不需要油門 或者是輕油門的時候 它就14比1 這個是我又再次強調 所以我想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剛剛這樣開 其實 稍微算快 對 你有沒有覺得 以乘客的角度來說 你有沒有覺得 你會覺得飄浮 或者是有不穩定的感覺 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坐下來還滿穩的 而且不會讓身體有很大的移動 喔 你講到重點 不錯 對 就是整個 第一個就是包覆性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會覺得車子的側傾程度 應該比你想像中的輕微 對 就是說它在保有舒適性的情況下 讓車子盡量不要側傾 角度不要太大 因為這個會讓乘客 還是會照 角度越大 不舒服的感受當然就會越大 它是運動型的SUV 所以還是要多一些運動的感受 讓你多一點路感 那路感當然就會讓你覺得 開起來是更有信心的 是 要不要換你試試看 好 好 我們現在浩克 換你試駕一下 其實我第一個開這台車 我第一個感受就是它的聲浪 噢 聲浪 因為我原本的車 老爹你也知道非常安靜 噢 因為對 你那個是強調 這個豪華品牌的舒適房車 它當然全部都是以舒適性為主 但是我們靈魂裡 住了一個 就是熱愛運動的心 噢 那你跟我一樣 對 我們的講法叫這個 我們的血液裡留著心丸子 噢 是的 對不對 其實它有個主動式聲浪系統 其實說它是車內模擬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還是不要 吵到其他的鄰居或用路人 對 但自己開起來很熱心 對 我覺得這個是它 很不錯的一個設定 對 但是我覺得開車真的路感很重要 對 你要知道車子現在在幹嘛 那你現在開起來 你覺得還行嗎 因為像這個很多彎路 但我覺得它過彎真的 會讓你覺得很安心 就是它是可以過得去 比較穩 對 而且你給一些油門 你也不會擔心說 它會不會失去控制 或是你沒辦法掌控它 好 那當然就是 你在意主動安全嗎 我在意 在意 其實它主動安全其實也蠻豐富的 這邊也跟浩克稍微介紹一下 比如說 360度環景 是一定有的 必備的 對 然後它有全速域的ICC 自動更車系統 這也是全速域的 然後超四距 就是說它的雷達波 會打到前前車 所以當前前車煞車的時候 它系統就會預先通知你 然後像這個 比如說導車的煞車輔助 然後自動煞停複 行人偵測 然後這個盲點偵測 基本上這個全部都有 所以在主彎的方面 其實你也不要 現在都全套了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像我自己也是主動安全的重度使用者 真的喔 上國道就是跟車跟到底 真的 但是記得要專心開 對 不給眼睛抹 看Netflix 整體我們給個結論 還不錯嗎 我覺得很滿意 很滿意 就是兼顧家庭需求 但是又可以讓你的血液裡 留著心碗子 你講的不錯 但其實我是問你太太 你覺得你太太會滿意嗎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是一個很疼老婆的人 對 像其實我有做功課 那我太太 給我一個選車的標準 他說座椅一定要有通風座椅 真的嗎 對 所以我剛剛其實已經發現 它有通風座椅的這個功能 這個我也滿喜歡的 是的 好啦 這樣 等一下你都來了 我請你吃個豆花 好 好 有沒有看過 這就是什麼 寒天豆花 你怎麼知道 寫在後面 寫在後面 喔寫在後面喔 今天要介紹給你 那你知道我最喜歡它的什麼 芝麻口味 喔 你這個是原味 對 先讓你品嘗原味 對 但如果你不怕懷孕 你可以吃一下我的芝麻 為什麼會懷孕 啊 口水 哈哈 好啦 我告訴你 講到這個 我們在這個 洞口前 我要先介紹一下 這邊的老闆 你聽他講完之後 你就覺得說 很符合 日本職人 在 追求完美 對 然後在研發 不斷的嘗試 然後要精準 然後最後讓成品做出來是 好的 可以讓人家舉起大拇指 一定是 不是大拇指 就是 一定是大拇指啦 是 老闆請問一下 先老闆介紹一下 老闆大家好 這個 我是 錦上豆花的老闆 老闆問一下 當時我那時候問你 你說 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把 寒天 這個 這個元素把它加在上面 就是 讓大家了解一下 什麼叫寒天豆花 因為 寒天其實是有凝結劑 那我們傳統吃的豆花 是用 石膏 或是鹽乳 它們算是一些礦物質 跟豆漿 讓它產生一些化學變化 是 結豆 那我就想 我用那種 再 天然一點的 再純粹一點的方式 是 所以後來發現 寒天可以拿來用 那 寒天 寒天它其實是用 海藻的萃取物 深海海藻的破壁萃取 超厲害的 日本科技做出來的東西 真的 那我就拿這個東西來 凝結豆漿 那當然 在過程裡面 需要一直嘗試它的 些微不同的比例 對比例 對 那 不停一步一步的做實驗 那做出來最後 我覺得這個成品 我自己相當滿意 所以我就決定要 推廣出去 介紹給大家 第一個健康 沒錯 第二個 看起來就好看 第三個 好拍 對拍起來就是美 質感就是不一樣 而且 等一下你吃的時候 你絕對會下巴掉下來 真的 因為太好吃了 好不好 我們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來 好我們現在要開動了 既然是日式瘋狗 我們就要來一句 入境隨俗的話 叫什麼 いただきます 好來吃一下 吃一下 入口即化耶 真的 對不對 它不會像一般的豆花 對 當然有點Q度 不能說嚼勁 但有點Q度 但是寒天豆花是這樣 你放到嘴巴就沒了 保證 入口即化 真的 你看我這邊根本沒有咬 上二壓一下 然後寒天豆花就沒了 你今天試完QX5 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其實這台車我已經很滿意了 而且我覺得它的性能表現 我也很滿意 268p 對啊 380牛頓米 對 隔音 而且 內裝的BOSE影響我覺得 超讚 我也是喜歡BOSE 超讚 還有什麼 空間 空間很足夠 很夠的齁 後座還可以移動 而且像我這樣的身高 185公分 做進去 不會有那種壓迫的感覺 那最後問一個 你的心動指數 0到10分 你給幾分 我覺得我給到 5加4分 9分 為什麼要拆開 我知道了 底盤5分 其他4分 不好笑 偷偷9分 9分 確定喔 對 那表示我推薦的都是蠻不錯的選擇 我們繼續吃豆花 我們等一下掉去試車 好不好 好 你不會直接開去展間了吧 當然要啊 荷葉我都有帶啊 在這 是喔 沒有啦 開玩笑 好啦 今天謝謝浩浩客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別老爹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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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